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 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邁位收聽 風雲高 多謝各位支持 本人陶傑的Patreon和鮑偉聰 我們非常感謝 期待各位陸續加入 和長期支持 記得去年 沒多久之前 如果長期聽開風雲高 一定記得 當恆大地產大爆煲的時候 在珠三角 有很多爛尾樓的 我們的風雲高 本人曾經呼籲特區政府 動用儲備 有很多爛尾樓 那些爛尾樓 趁它現在恆大破產 然後趁便宜 鑑賤 買一堆恆大的萬里樓 爛尾樓來做公屋 然後便宜 或者居屋 便宜 賣給香港現在等上樓 或者送給等上樓的人 立刻開租 這樣可以立刻解決香港 那些人說 經常在那裡 毛病生淫也好 有病喊痛也好 房地產不夠 公屋單位不夠 輪候要整六年 那時候說了之後毫無反應 誰知道現在中國政府 是有類似我們風雲谷 當日建議的大動作 就是看到全大陸的房地產 爛尾爛度 是這麼波瀾壯闊 於是他就決定 撥款三千億 三千億 你怎麼來到舊市呢 就是回購回各地的小部分 這些爛尾樓 就說無形中 現在很多的恆大也好 碧桂園也好 很多的地產商不同的地方爛尾 就扔這三千億下去 就開了個頭 就變成這些商品的住宅 是重返公有化制度 這個是一個政治上的意義 在經濟上 他希望先托著市 然後等到市就不要再跌 還有等各地的人 是看到少少曉光 還有有信心 不用怕 國家隊 是入場 是救你們的命的了 只不過 三千億來到舊市 到底 到底夠不夠呢 還有這樣下去 有沒有效果呢 駭豪先生 這次的所謂舊市措施 三戰齊法 是被認為是史無前例的 亦都是一種叫做 叫做海嘯式的舊市方法 三戰齊法 哪三戰呢 第一就是降低首期的比例 那麼現在呢 就說第一套房就不低於15% 第二套房不低於25% 那麼以前就算發舊市的時候 那個首期的比例都不會低過20% 這次呢 是破了紀錄了 第二呢 亦都是降低這個公積金的貸款利率 就是說呢 中國那些人呢 是可以在公積金裡面 借錢出來買房子 那麼將利率降低 而直接 最厲害的第三戰 就是剛剛 陶先生你所說的 政府直接收回 啊 用政府的錢去買 那麼這次呢 就是貸款三千億元 就給一些地方政府呢 用所謂的合理價格收購 以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 改為租用營或者配售營的保障性住房 這些中國大陸的字眼 我簡單說人話就是說 用政府給錢 不過如果你沒有錢呢 阿公就有三千億給你借 借完之後呢 你可以將那些樓買完之後 再租或者賣給所謂的 保障性就是低收入的人士 那麼這三個方法 三招齊下呢 希望提升到 所謂的人去買房子的慾望 因為現在呢 中國大陸的人呢 就已經全部呢 沒有錢 沒有錢之餘 有錢那些都不會買房子的了 所以為什麼會造成 現在那個樓市這麼不振 而根本也看不到復甦的跡象呢 所以之前呢 那些救市措施已經消化了 那麼現在就釋出這三戰 那麼究竟 以往所說的 房住不炒啊 樓是拿來住啊 不是拿來炒啊 這些這樣的政策 去了哪裡呢 那麼現在這幾種的方法呢 究竟夠不夠到樓市呢 現在呢 只是開始 所以呢 就要觀望一下 不過再配合其他的一些花邊新聞呢 比如說 合肥市 這個地方呢 在近年 一年來呢 人口增長了20% 那麼20%怎麼來呢 原來合肥市呢 就將那個 買房子和落戶呢 即是有戶口呢 就捆綁在一起 以往呢 你都知道中國是實行一個戶口制度的 如果你的出生地 在農村 或者在一個所謂偏遠的三四線城市呢 你要在那些大城市 特別是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落戶 有戶口呢 是很困難的事情 就算你買房子都不行的 那麼現在呢 由合肥市開始 其他 包括東北、哈爾濱啊 這些大大小小 你去到一線 有些是三線、四線的城市呢 就搶人頭 即是說 只要你買房子 於是乎 就可以給你一個戶口 希望呢 你一家大小搬過來 子女有得讀書 有那些保險 所以現在呢 你見到 中央 有中央的舊市 地方政府有地方的舊市 所有人都是同一條心 除了搶人頭 就要搶錢 希望呢 大家可以呢 過來自己的地方去買房子 所以你見到現在那個 那個情況呢 是有些 我們叫做 即是說 有些叫做 沒有辦法之下 各自在搶人 那 問題只不過是 將那個 房地產的問題轉嫁 而已 因為以往呢 如果出現了爛尾樓 會出現了一些上訪啊 或者是 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現在 中央政府 習近平 叫你們那些地方政府呢 就掩錢去買這些房子 讓那些人呢 就不要吵 如果你不夠錢呢 就阿爺借給你 借完 不過都要還的 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呢 現在呢 是牙痛的聲 因為他們自己都沒有錢 還要付很多債 你竟然還要他們去掃那些爛尾樓 不夠錢還要他們去舉債 但是呢 現在呢 他們沒有人呢 夠膽出聲 這個措施出了之後 個個暗瓦底 現在迫著要背這條數 所以陶先生 這個房地產的泡沫呢 只不過是繼續在那裡撲大的而已 這條數呢 你不背呢 又不行 背又死 不背又死 因為這樣下去 是一個無底洞來的 你有沒有機會翻山呢 但是呢 現在中央呢 是給這三千億出來 你不借又不行 所以借了你將來 要不要還呢 就一直拖 因為現在中國 這個制度 是非常之優越的 叫做社會主義國有制 阿爺借出來的那些錢 阿爺批 例如 夠批了一千億出來 叫你發展晶片 一聲令下 一千億 我想很多地方 這些企業 私人企業 什麼地方政府 這樣 單單眼圓都分了 三年前已經說 撥款一千億 對付特朗普的制裁 那現在那一千億到底有多少KPI呢 現在那條數不見影了 好了 這個三千億 你這樣撥款 借錢呢 是來救市 可以說是一個長的救市措施 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是兩大問題 第一 第一 你現在第一批 我當你三千億 撥款出來 到底夠不夠 這個數額呢 到底 是否覆蓋到現在龐大 這個全國的房地產爛尾 我舉個例子 2022年底 蘇州市政府 就已經是小事牛刀 是試過動用二百五十億 來收購一萬個這些爛尾的單位 是吧 是一萬個單位 是吧 但是動用多少 是二百五十億 那你現在中央政府呢 就說不怕 我有三千億在這裡 你們借或者你們拿 三千億怎麼夠呢 現在全國大陸那些爛尾單位 你知不知道多少個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 現在呢 企好 但是賣不出的所謂的商品房 就總共有74億平方米 是吧 一米呢 我們計香港的鷹尺就是 你成十 就是說全國現在賣不出 那些住宅的單位 總共有740億平方尺 好了 現在施工 就還未完成的呢 就有64億平方米 就是說 640億平方尺呢 現在就在興建 興建之後呢 一半就爛尾 但是興建好代秀 現在在養老鼠 是在興建的 是740億平方尺 是不是 喂 你現在這樣 那個 那麼大規模 還有那麼大面積的爛尾單 你三千億怎麼夠呢 就算你現在全國的平均尺價 是9,420元人民幣 的一平方米 是很便宜的 那如果你要殺 那麼多這些賣不去的樓 東西 其實現在就走了 我現在把那些財產 我等著 那些財產 當然 什麼的牢 可以做 雖然 發放下去的地方 各省各市 如果有些錢到了 或者各地方知道 帳面上可以分到 中央貸款有多少 那我救哪間房地產公司 不救哪間呢 各個地方都有地方勢力 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 長年的大家做朋友和勾結 現在有新錢到 即使是俠肥 蘇州 上海的昆山 你想想有多少地方 海南島 整個大灣區 那些地方政府手頭上賬面有錢 那我給誰不給誰呢 這個又回到國有制的結構性的問題 又要那些房地產老闆 你平時分開地方政府的高官 在這個時候機會到了 是吧 看看你有什麼辦法拿到那些錢 對大大小小房地產開發商 當然是他們現在急如升火 有多少水到手 我有脫身多少 帶些錢在地方政府那裡的數額 所以近日 很好笑 有些地方那些酒樓和夜總會 這些高端消費突然間旺了 為什麼旺了呢 就是那些地產商聞到風聲 就趕快現請地方政府的官員 看他們高台貴手 跌了一點點下來 給我 這個給我 那個又給我先 那個我最不行的 給我先 在這裡 你說 又是構成貪污的空間 我為什麼要給你呢 為什麼我不給他呢 我給你 我有什麼好處呢 是吧 這些就是中央習權制 還有你現在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解決的一個結構性問題 對不起 是吧 你是不是每一筆 你就是從中央習近平成立一個叫做貸款有效使用的專案小組 是發放全國各地 來到 第一 去巡視有多少空置的樓 第二 去決定哪一筆錢 就是專款專用 或者叫做急款急用 哪一筆錢是給誰先 是吧 這些全部都是毛頭鬼的原案來的 第一 不夠錢 第二 派錢是派給誰先和誰後 這些地方政府是有權力去決定 這樣就會構成貪污的空間 第三 就是到底這一招到底靈 是吧 可不可以做到穩定人心的作用 我想短期內 對某些地方 如果你可以分到那個數額的 就會好的 就是好過沒有 老實說 是吧 但是 解不解決到根本的問題 我認為呢 這個比較悲觀一點 我看到一篇新聞報道 我就覺得很奇怪 很有趣 我去問問一下陶先生他有什麼看法 就是在《入經》的論壇 日本的一個傳媒 《亞洲的未來》 有一位中國前銀行行長周小川 接受採訪 他就說了一些客套的說話 他說中國的房地產長期內看 持樂觀態度 我們經常都說 何謂長期 這些10年 20年 還是100年 這些不重要 這些是他的客套說話 但是他跟著 後一句 就可圈可點了 他還呼籲 應該學習日本應對 房地產泡沫 破滅的經驗 喂 這位前銀行長怎麼會說這些東西呢 大家都知道 日本在泡沫經濟之後 所謂失落的30年 就是由這個90年代 將這個經濟泡沫發揮到最盡的時候 突然間 房地產破滅 直到現在 日本人都窮到窮 很多人都是咬著份量 過著一些很基層的生活 很多人以往在房地產上面損手爛腳 現在日本的房地產是很滯後的 就是說很多人因為不生兒子 不結婚 根本對新的樓盤是沒有需求 舊的老人家也不會拿來換樓 而且也沒有炒賣的空間 再加上 因為買日本的樓 不會讓你有日本的國籍 這個國策令到海外的投資者 特別是中國大陸的人 他投資日本的房地產 都只不過是作為一些子女 或者是他自己在居留日本的一些地方 不是真的可以買完樓就做日本人 所以日本的房地產是很慘痛的經驗 周小川竟然叫中國人去學習 日本的房地產泡沫爆破經驗 他在暗示 其實中國的房地產是救不了的了 現在只不過是叫做糾然殘喘 無論你中央或地方政府這樣去收購 這個數目都是天文數字 沒有辦法可以解決的 而且再加上現在其他的 譬如說國際的出口限制 關稅制裁等等 根本內需的經濟都是很疲弱 很多的產能過剩 電動車我們都說過 積存了大量在港口裡面出不了口 於是這個房地產就會暴入了日本 這個泡沫爆破的循環 未來的30年 這個中國大陸會不會因為房地產的問題 拖累了整個經濟呢 周小川似乎是指明了一個 未來的動向 想不到他卸任了之後 說了一些真話和有國際的視野 陶先生 如果你說要學日本 那就死了 因為中國現在根本不像本相比 第一 中國的地方大人口多 第二 現在日本的出口和經濟正在復甦 而中國的家庭對於買樓的槓桿率 跟日本房地產顛峰的時候是差很遠的 現在普通的家庭的負債率和購買力 一早已經在近5、6年之前的房地產 發高銷不斷狂飆的時候 就已經透支了 已經透支了 那現在整個中國你要知道 第一 這些人不肯生孩子 第二 整個宏觀經濟的走勢 那個步伐是放緩的 整個國家的消費力是極度低迷 無法震興 你看看現在大灣區那些商場 10場就糾空就知道了 現在只是靠香港人 是貪平湧上去 這個大灣區那裡光顧 是吧 那中國這個宏觀經濟 在一個這樣的制度之下 持續高增長 是累積了極大的購買能力 但是過山車30多年的高增長之後 一聲進入一個長期的減速的階段 所以這個購買力 到底在未來3、5年 是否能夠回到5、6年前 是吧 是啊 因為 你的基礎又這麼薄 那個城市化的比例是低 在國家轉型的過程裡面 大量的人口由農村湧入城市居住 那個工作居住生活空間的需求大增 於是加上這個制度是3成多的GDP 是依賴於各地的市政府 是開發城市土地建設 這個基建 在新城區投資道路來都積極的 這些都是日本在80年代的時候 是不具備的因素 是吧 就是你那種熱火朝天 就嘔吹一聲 是踐進去 這個叫做國家計劃經濟 後面 在那裡動 是嗎 是日本是一個 自由市場的經濟體系 你現在這樣陷入 日本這樣的 這樣循環買黑洞 你怎麼翻身呢 它就是像美國那樣的印鈔 它就是這樣的 他就三千億放出去 好像以那些量化寬鬆一樣 他打算現在有一條妙計就是叫你全國買國債 買長命國債 長命國債長達多少年呢? 五十年 就是說如果你今年三十歲 你去買光顧你買大陸的國債 你要收回本帶來也好 收齊了 你有八十歲 你聽過那些國債五十年了嗎? 是不是?我真的沒聽過 人家美國發行國債怎麼會這麼長期的 對不對?所以他打算用國債套回那些 中國平民那些百姓的錢回來 然後第二招就是他中國收購了這些房子之後 他又拿著這些房子手上 他又可以在銀行那裡借錢 變成可以做抵押品 但是這兩招長遠來說是很疲弱的 你這三千億一扔下去就真的變成一個黑洞 是不是?你跟著呢 沒錯 你是開機 是學美國這樣去印美鈔 是不是? 但是你這個人民幣始終你這樣搞法呢 你出去國際那裡去對換什麼國際化這些呢 是更加遙遙無期的 沒錯 陶先生 如果這些新聞大家不相信也不要緊 我在日本遇到做中國生意的一些朋友 他們在茶餘飯後說 他說現在整個中國不斷重複 無論上市公司 中產還是基層全部都沒有錢 那我就不明白 我說怎麼會沒有錢呢 大家還在夜夜生歌 茶煙飯酒 他說不是 他說他認識很多上市公司主席 上市公司 去到年尾呢 拿五百萬出來找數 現金 找那些供應商 或者是那些平時的那些責任 五百萬都沒有 上市公司 那還有其他中產的那些 就怎樣呢 很多子女去了外國讀書 那你都要匯錢給他的 他有生活費的 以前那些中國留學生又買跑車 又經常去食米芝蓮 現在根本他們家裡都沒有錢去匯過去 他們的子女要出來做兼職 去送外賣 或者是去打工 這些他們都不敢跟別人說 因為你都知道中國大陸最重要是面子 他說他所有東西都是衝出來的 所有東西都是搭出來的 門面很漂亮 我家裡可能中產住那些上海的那些宅泊 但是其實他們是沒有現金的 好了 去到基層就更加慘 現在基層那些呢 很多減薪 或者其實他只是打散工 他們的長工已經是消失了 每天他們都是希望找到一些散工做 但是不是每天開工的 他說那些搬體力勞動的 一天只是賺一百多元人民幣 就算你開足工三十天都是三千元 但是他說三天都不開到一天工 他們平時吃的那些東西 他們想都不相信 我聽他說他真的在大陸裏面行走過 他就告訴我上中下三路的中國大陸人 現在都陷於一個窮困的境地 但是當然這些在網絡上面 可能會有時候留了一些消息出來 官方裏面就告訴你 現在的內需如何呢 然後我們的內需如何呢 發達的經濟 重慶怎樣晚上吃串燒 他說這些最多都是大城市裏面的一國 但是中國這麼大 這麼多三四線 在鄉鎮城市裏面的人 全部過著窮日子 這個就是一個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人 親口告訴我 所以這些房地產泡沫影響之下 很多以往靠房地產生活的 無論是基層做建築 或者中層做銷售的那些 全部都是玩完了 全部都沒有工做沒有糧出 現在這個情況 這個房子還看不到儲光 大家只是在那裏混日子和求生存 不要說復甦 大家都不敢想 陶先生 是的 所以現在新出這個名詞叫做 國家隊進駐之後 這些爛尾樓終於有救了 變成保障性住房 這叫保障性 表面上大羅大谷 當然了 國家救白城 還看不到 國家是多數 因為它不會有仗 但是這些人 才不會有權 呢 沒有 如果這個財政 全力 我們是可以做到 所以其實現在還有所有這個財政 走 以自己 我們會把這個財政 做到 我們會去做 導致 政治 那些財政 接著現在就放出風聲 七月中共三中全會將會推出更加深化改革開放 什麼叫深化改革開放呢 自從1979年以來我們全世界都看到 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只是一個方向 就是私有化 就是減少國企的控制 減少計劃經濟那種官式官僚無形之手的操控 是應該發還多些經貿和做生意的機會是給民間 因為黨官是帶著國家的錢入場 必定第一外行領導內行 第二是構成腐敗 當然你現在這麼畸形的制度 你就算是民企 都一定要被迫跟地方這些銀行和官員勾結 所以最根本來說 溫家寶說了 你是改革政治體制 其實就是改革政治制度 但是你沒有可能的嘛 你共產黨一定要在中國人的生活裡面衣食住行 有一種管這樣管那樣 那隻無形之手在那裡 什麼叫共產黨呢 你現在收回來了 叫保障性住房 其實只是國有經濟的擴大 你這個國有經濟的擴大 你怎麼再深化改革呢 是吧 所以這件事已經是自相矛盾了 是對於7月即將召開這個三中全會 那些人的期望來講 是吧 是吧 所以錢的來源 怎樣制定收購標準 是吧 接著收購之後還有怎樣營運 收購回來的這些房子 這些房子還要保養 是吧 是吧 公有就是所謂的國家保住這些房子 這些房子用來養老鼠 是吧 有些禽盧豬芒 那些水喉爆裂等等 你又要支出 你如果賣不出的話 是吧 你又要支出 來維修 這些環節和細節 接著是怎樣去承受呢 還有怎樣去解決呢 是吧 所以說這件事 看起來聽起來一定是好過沒有 是吧 希望對於香港房地產 是有所幫助的 現在香港已經融入整個大灣區 是吧 還有特區政府可以效法 是吧 反正你中共融為一體 是不是香港人 陳茂波想想想 又在你的儲備那裏撥一點點 是吧 委印一下港幣來救市 看看怎樣 或者你買回這套美樓 讓香港的老人搬上去 是吧 我以往記得梁振英時代都鼓勵香港人 回上去發展就業 買樓 那現在特區政府是否應該發揮 報效祖國的這個精神 除了特區政府 是否撥一點點 不要多 撥一百億過去 是否買 好像陶先生你提過 買一些樓 給一些人輪到公屋那些 可能自己肯再回上去住呢 再不是 你就組織一些民建聯 工聯會那些 北上看樓團 他們去東盟國家去得這麼爽 吃家裡 海南雞飯 為什麼不回到大灣區 看樓 這個時候應該可以組團上去 去報效一下祖國 助一分力 不要說幫很多 精神上都應該支持一下 多多少少 不要以為跟香港沒有關係 你恆大宣布破產都是香港的法庭頒領 現在恆大的爛米樓 計單位是多達全國一百六十二萬個單位 是不是 恆大名下爛米樓遍布全國爛米的項目超過一千三百個 只是江蘇廣東就已經超過一百個 那你遠在這邊近上眼前 廣東竟然有超過一百個恆大名下的爛米樓項目 是不是 大把虎主 是不是 有些還在蓋子還沒有蓋子完 那些 香港特區政府是不是應該支持一下 中央人民政府這個舉措呢 特別是那些新移民下來香港 我覺得他們適應大灣區是更加方便的 那他們下來也有很多在劏房 或者是在等著上公屋 那這些是否可以安排一下他們 住這些所謂保障性住房 雖然他們從那裡大灣區下來 但是現在分一間保障性的住房給他們在大灣區 他們應該沒有理由拒絕吧 如果他們拒絕的話 那又是什麼心態呢 是不是呢 現在給你一個零租屋住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策也是有得想的 因為特區政府是一個非常缺乏想像力的 一個警察管治團夥 為何為之想像力呢 現在恆大死了老陳 但是他剩下很多那些 是叫做廚餘殘渣送美的 譬如說他留下一個叫恆大歌舞團 是不是 恆大歌舞團有成百個那些 哇 身材非常零零浮凸 還有武器 是超群的 這些中國美女在那裡 現在許家印在大陸抓了 這一百幾十個美女恆大歌舞團 怎麼辦呢 那你特區政府可以接管的 或者特區政府可以鼓勵香港 在香港是一些企業家 是不是 去收購 然後做什麼呢 你仿效巴黎 做一個叫癲馬夜總會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在香港 大把場地 你現在什麼西九啊 什麼圍衝啊 是不是 香港大會堂 你叫這幫女兒 是繼續跳舞 鄧小平所說 沒有照跳 是不是 然後呢 你向全國大陸也好 向國際也好 拋鑼打鼓 說現在呢 曾經 恆大老闆許家印 極其友好 在經濟 飆旺的時候 慢慢喝酒作樂 欣賞過的恆大歌舞團 現在呢 變成香港版的 癲馬夜總會 癲馬呢 就是那個歌舞團 就是巴黎洪和方那個 是不是 很多香港人 八九十年代 去到就微飛色舞了 香港就是夜夜 生歌夜夜表演 然後面對大陸 大陸個個都聽到 恆大歌舞團 這個英名 個個都想看下 那些女孩子怎麼漂亮 她們的美腿 踢上來的曲線 是多玲瓏 還有那些步伐 是好看過三十年代 荷里活歌舞片 出水芙蓉 是不是 這樣都不懂 做一棵木的坐在那裡 你不懂得接管的嗎 是不是 這些 萬法總比問題多 中國政治副主席 梁振英教了你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峰環谷 下支節目時間再會 同結的Patreon 歡迎各位繼續加入 我們會在深入的渠道 繼續和各位分享和分析 人生大事和世界經濟很多結構的問題 下支節目時間再會 好 歡迎大家加入峰運會 下一集再會 在這個網絡世界 泰晤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 是苦陷世界的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已經向四十萬進發 有這麼叫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助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封雲匯 白青德蕭美琴 當選 這是美國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 是令到藍絲抗拒 有沒有被我看錯 判就個個都會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傳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做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做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 是否覺得跟林鄭和梁振英有某種類似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車 跟隔壁那幾個社長做 剛才聽到查三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呀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是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如果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叫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直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 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秦代呂不偉的角色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 其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做梁民道 蔡東豪 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 找你做光明頂 我說我一個怎樣做 我要留天賜 不用留天賜 我跟你 盲分瓦架 有一個叫做劉細良 接著劉細良 就跟著沈旭暉 葉蔭聰 梁啟智 朗天這幫人 我不會 梁啟智未到 黃偉倫 黃偉倫 這幫全部叫做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個人是很不相信我 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個也是一個 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豐雲會 和陶生鮑Sir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兩年以來 對風雲谷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豐雲谷再會